来我请教姚老师 最近不管是黄光琴的质疑 或是吴子佳的质疑 但是媒体在怎么大阵仗 紧追着他 好像还是追捕任何的题目 来姚老师怎么看这个态势发展 因为韩国瑜惯用的手法 就是他夸大或者扭转黑白 把自己先塑造成受害者 然后他就可以获取同情 然后人家的控诉 就会被抹掉 被移转焦点 最简单的 高雄的这个窃案 明明是四维原市府办公室 遭窃 根本没有窃听 他却说 对外很简单的讲 市长办公室被窃 大家根本不了解 高雄市政府的人都知道 原来的市政府在四维路 现在韩国瑜办公在凤山 两个中间差了十几公里 那原来那个原来四维的办公室 已经变成仓库了 所以那个窃贼 可能是以前在市府的 被开除的一个员工 他熟悉那个市政府 来来来来龙去末 所以他自己 要进去偷东西 这种事情 居然被他说谎 颠倒是非是说 说他当时要搬 办公室到凤山 就是听说有窃听的可能 可是事实上 他搬到凤山是一月份的事 这个案子发生是二月份的事 他难道为父先知吗 他怎么可能先知道 下个月会有人来办公室 所以我就这个月之前 先搬到凤山去 这就是颠倒黑白 要把自己塑造成被害者 这样我可以预计 6月1号的造势大会 他会把这一件一件的 颠倒在台上去讲 然后台上就很群情激愤的 大家要害韩国瑜嘛 这个不只是 是因为一般的窃案呢 我们再看 他连国民党五人小组 他也可以黑 他说五人小组 有特别要支持 郭台铭卡寒的不 就为什么 他要在初选 包括国民党内部 他也要塑造的 他是受害人的形象 所以同样的道理啊 同样的道理在 黄光秦也好 或者吴子佳现在讲这件事情 每个人 吴子佳指控的是 他跑到人家家打麻将 有打就有打 没打就没打 你自己针对这件事情 来回答就好了 是 他不是 他先去扯一个 大家从来没有人提过 说几年前 以前我成立一个客家什么委员事委员会 客家同乡会 同乡会委员会 然后被人家查账了 又要塑造成一个被害者 你看看 我成立一个客家委员会 什么事情都没有就要被人家查账 我就是这么倒霉 我从以前到现在都这么倒霉 都是被人家这样攻击的 他就要先塑造 他是被害 然后再回到吴子佳 他就说明白 这些人都是捏造的 黑的 然后他就要讲 他这些公权力 害的对象是谁 我像举例来讲 像讲到窃庭案 他就会指说 中央高层有人 就是案指承局了 承局办公室 中央 每周 每周 中央有人 然后国民党那个 他就指五人 小组 有人 然后吴子佳 这个案子 他就讲 情调 减调 单位 公权力 介入 他每件事情 都有个加害者 他要先塑造一个加害者 所以他每次面对免贴 他后脑袋 先想一个加害者 韩国瑜一定是被害人 加害者 故意要用抹黑的方式 来让破坏 韩国瑜的形象 然后因为有这么一段故事 大家就忘记了那个事物的本质 他就可以躲过去了 事实上一件事情都没解释 黄光晴的3700 等于3200加500 不需要解释 黄光晴的上酒家带女人出场 不需要解释 这些吴子家控告的 不需要解释 他完全都把自己当作 先塑造一个凭空 先塑造一个受害者 然后就不要解释这些 对他的指控 因为当然 想当然而 这些他就是被黑寒攻击 或者被黑资料攻击的受害者 根本不需要回应 我是觉得他未来 他不管将来 6月1号的凯道也好 或者将来 他面对所有这些质疑 他究竟适不适任中华美国总统 他都会用这种方法来回应 他都会用受害者的形象 来面对支持者 让支持者更团结 更情绪化的来支持他 可是事实上 我觉得这种功效会递减 实物上功效会递减 他每一次都用这个 哪一天具体的东西出来了 我相信他躲不掉的 因为是累积的事情太多了 这些事情都会 他颠倒黑白 最简单的 大家已经讲过好几次的 明明他是加害者 被撤销立法委员提名 这大家都知道的 当年他做中和副市长 明明他是加害者 他被国民党撤销提名 可是你看他讲的 多逆正言识 我是自动 你看看我在那么大的位置上 我自己急流勇退 我不要选立委 他就把他扭转回来 他明明是当时发黑寒的加害者 他就要塑造自己是 被自己是清高的受害者的形象 他太多了 他每一件事情都想办法扭曲过来 扭转过来 其实这样子黑白颠倒的 这个说不实的话 可不可以能长久 我是怀疑的 因为事情越来越多 就像这个高雄这个窃案一样的 是 四围的办公室 是以前陈局的办公室 你根本从来没进去办公过 然后那个地方被偷 你说我被铁厅 你明明在凤山办公 中间差了十几公里 所以这种事情都不会长久